林心如终结事件闹得沸沸扬扬 这不又因为慈善捐款的事情 林心如又被追上了风口浪尖 指责他假慈善 还借用慈善逃脱自己捞钱 被此网友也把林心如捐款的名戏扒拉出来 可以看出林心如在08年捐款30万 也获得了八个大使的称号 其实林心如确实在公益上捐款了 在文川地震时捐了10万 日本地震时捐了150万 但在八杀慈善业这样重要的场合 却从未进行捐款 林心如也对未捐款的原因告知了大家 主要是担心自己捐款到不了单民手中 也指责八杀慈善业的捐款没有监督 更指出明年不会参加这样的活动 其实很多网友也会怀疑 明星慈善的钱会用到哪里 为了给网友解惑 八杀也删除了明星们捐款的车队 可以看到每个明星捐赠的车队都有明显的标注 虽然林心如这以公益缺乏监督 自己才不捐款 但是这么大的活动怎么可能造假 这可是面向全国网民的盛宴 林心如应该是想多了吧 与林心如相比 霍建华曾在八杀慈善业多次提醒林心如低调点 可林心如还是陷入了舆论漩涡 看到这么多网友对林心如的购买 霍建华为了挽回妻子的形象 在9月12日追加公益爱心包裹60万元 据悉霍建华今年累计捐款达到了100万 对于霍建华自己的护妻行动你怎么看 恭喜今天上午由网友晒出一次 静东的朋友圈发文的解脱 恭喜二胎 静东的朋友圈发文20179月12日 我的宝贝 欢迎你来到这个世界上 愿你永远健康快乐 伟大的母亲 永远开心魅力 随后呢 某娱乐像静东的工作人员获悉 静东确实在度当地 二胎为男孩 重八斤左右